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当我们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说公司的主要的产品是 笔记型电脑 桌上型电脑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我们的业绩王 主要就是菜头 瑶瑶 英雄 那以各年的销售情形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有越来越下降的情形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希望三者之间合并 一起来去做分析 那怎么样再去做合并分析呢 也就是说我想要调查出来 各年各业务人员 各项产品之间的销售情形 那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从分析这边 我们是不是再加 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这边增加一个叫做产品确定 好 那当我们在进行这项分析的时候呢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去观看一下 好 那以产品来说 以产品来说 我们先来去看桌上型电脑跟笔记型电脑 所以点一下笔记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这边看到的结果 是不是也是微幅有下降 可是因为公司大环境 据说明它是下降的 所以它这边表现是微幅有下降 好 那桌上型电脑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上升 就微幅有上升 其实各位不难去理解 尤其现在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几乎可能会考虑换智慧型手机 而取代像比如说平板 或者你会选择大一点面板的手机 取代平板 取代笔记型电脑 像我收信 我都是用手机来收信的 我就可以立即掌握到信件的来源 以前我可能要打开我的笔记型电脑 现在不用了 直接在手机上面就可以使用 所以笔记型电脑的一个替代率 已经慢慢被笔记型电脑 智慧型手机取代 那我们的桌机可能比较没办法 被智慧型手机取代 所以桌机还是必须要购买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大概知道这件事 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可以解读 我们对于资料的理解 刚刚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也许你会说 比辑型电脑 它这边的销售情形是很高的 这是这三年的整体的表现 可是因为你看到了这件事情之后 你如果想要增添设备 假设你是老板 你要增添设备 你可能会慢慢的 会把笔记型电脑的生产线 稍微微幅的去下降 而不愿意再做一些进步的投资 但是如果是桌上型电脑 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再增加一些生产线 或者是技术 那我们当然还要来看一下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分析 分析我们公司的阻力 例如说笔记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我们的菜头 菜头它的一个笔记型电脑 它的一个表现 这边看到它的幅度是什么 是大幅的往下降 这可能就是它为什么表现不是很好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 那我们来看桌上型电脑 有看到 所以它相较于对于每一项产品来说 比进行电脑下降的幅度是很大的 比桌上型电脑还要大 要看什么呢 要看这个斜率 要看这个斜率 好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去看英雄 英雄 你看哦 笔记型电脑 它的表现形形是大幅上扬 然后呢 桌上型电脑 它是 它有上扬 但是上扬的幅度没有那么大 可以了解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们两个人之间的表现的差异 是 谢谢大家